如果要选择一个城市住下来 那你会选择哪里 1935年的时候 作家郁达夫给出了一个他的答案 福州也是住家的好地方 在他心里和福州并列的 分别有北平和魏建都之前的南京 很有意思的是 当郁达夫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距离他上一次去福州 过了快十年的时间了 他本人是浙江富洋人 一生当中只去过三次福州 头尾加起来也就两年多左右的时间 但是就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却为这城市留下了28万字的文章 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郁达夫会对这个城市 有这么高的评价 而等到我真正了解了这座城之后 我发现其实答案早就在弥面上了 那里叫福州 地如其名 有福之州 福州坐落在我国的东南沿海 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 福建自古以来就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 山多地少 就意味着什么呢 交通不便 能拿来种粮食的土地不多 有人统计过 在现存第一部福建省全省性的地方质 八门通质中 编撰者记载了一百多位神奇 而其中负责驱瘟疫 祈雨 祈风涛 祈阳的神奇 就足足有69位 福建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拜拜 其实就是因为当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抗衡的时候 希望就成为了一种武器 我们之前讲道家思想 讲庄子的时候 有说到一句话叫 祸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事 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福州看似自然条件不佳 但是它的人幻却是相对少的 我们翻开中国的历史 你就会看到 其实在山的那一边 世界并不太平 南朝萧良末年 侯景叛军在江东一带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浙湖 以及安徽和江西一带 烧杀截掠 翻开史书我们会看到 包括晋朝的永家之乱 唐朝安史之乱 宋朝靖康之难 当中原大地上战火纷飞的时候 偏安易于的福建 反而成为了 无数避祸百姓的福地 山高岭密 崇山包围 是这片土地天然的屏障 当我们的仙民们 穿越这些战力的考验 战乱的考验而来 位于入海口迎接他们的福州 是这样的 它坐落于三山之中 对应了仙民们传说中的 蓬莱等三座神山陷阱 它金江戴湖百合冠意 它逢兵不乱逢击不慌 是山川灵袖所在 我们知道人生的终点就是死亡 所以你只要活着 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希望 而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 其实福州就是给了人们 一块壁祸的福地 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今天我们走进福州 以平山镇海楼为起点出发 经西湖野山 走过三方七向 从乌山乌塔和鱼山白塔之间穿过 到达上下航 和烟台山隔江相望 这条长达6630米的中轴线 遍布着福州历代标志性建筑 也串起了这一座城市 千年不变的历史文脉 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它书写的是一段福州广开城门 迎接千里跋涉的人们 到此扎根生长的漫长的建成故事 而这一座城市的个性和底蕴 早就写在了方向古厕之下 写在了三山两塔一条江之间 很有意思的是 当我们去查阅这个史料的时候 从唐开元13年开始 就这座城市被命名为福州开始 从此以后 每当改名就一定会出事 很奇怪 我不知道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但你会发现这种历史的巧合 也带给了这座城市更加传奇的色彩 我在想当它被命名为福州的时候 福这个字似乎也携带了一些美好的祝愿吧 在几千年的时光里面 福州城很少受到大的这种自然的劫难 也很少受到过战火的波及 几次战事也都在内斗当中 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福州福州 有福之中 它从来没有辜负那些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他们的孩子 孩子的孩子 也给了这片土地希望 我印象很深 福州中轴线上的三方七象有这么一句话 叫一片三方七象半部中国近代史 在中国你几乎很难能够找到 像三方七象这样 成规模的名式聚居地 我们从前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就老师划线强调的那些 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 什么虎门硝烟 甲午海战 戊须变法 黄花岗起义 就是在这些历史的关键节点上 我们都能够看到福州人 尤其是从三方七象走出去的这些人 他们的身影 比如从文如芳走出去的末代帝师 陈宝琛 在他成为溥仪的老师之前 这个人是直言赶见的 但是很可惜 中法战争以后 他因为举荐失事 被连降九级 最后心灰意冷 复显回到了福州 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福州的这二十多年间 创办了三十多座学校 他支持夫人王梅寿 办女俗 招收女子入学 开创了福建省 官办女子学堂的先河 但你会发现 其实陈宝琛并不是个例啊 林则徐开眼看世界 组织编译了近代中国 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的四周制 沈宝珍当了第一任船政大臣 创办了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 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 创设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 这一所学校有一个毕业生 翻译了天眼论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学生就是严妇 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 有这么一群福州人 奔走在时代的最前线 他们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他们笃定地相信 在列强的侵略和吸血的冲击之下 他们便是中国活下来的希望 唐开元十三年 因为西北方有座福山 于是有了福州 福州西北方的福山 我们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但你会发现 那群开眼看世界的福州人 早就在中国历史上 站成了一座山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福州是玉达夫笔下 住家的好地方 是历史中避祸的好地方 而当一方人养一方水土 这一份由一代代人身上 生长出来的福 便生生不息落入到了方向千末之中 我开始会有点理解了 为什么会有福州网友说 福州有一条街叫太阳巷 就当你心中有乌云的时候 就要到那条巷子里面去走一走 当我在知识的象牙塔里面 读了福州城那么多信息了以后 我也很有冲动 想要去那座城市走一走 至少让我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沾一沾福气 我想 当我踏上那座城市的时候 在方向的尽头 也许就有福的来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